在桃園有一家牛肉鍋 鍋子有臉盆那麼樣的大 裡頭裝了滿滿的蔬菜 以及大塊的牛肋條 私房湯頭加入了用炒米磨成的湯 所以喝起來更加濃郁清甜 這一道江西口味的牛肉鍋 是楊秀蘭的先生于復強 生前留給他的手藝 他誓言要把這不外傳的手藝 發揚光大 滿濃郁的比較特別 這一種湯頭比較少見 對 應該是從沒有看過的 白菜啊 番茄啊去熬 所以它的口味 還有帶一點清甜的感覺出來 一般的牛肉爐都用 腱子肉的比較多 它好像是用牛肋條吧 臉盆大的牛肉鍋已上桌 總客觀立刻動快品嘗 滿是蔬菜的高湯 和大塊的牛肉在湯鍋中滾動 滾出鮮甜濃香 牛肉則是越嚼越香 高溫沸騰出陣陣煙霧 驅走寒液 這家位在桃園的牛肉鍋 老闆娘楊秀蘭和兒女們 從苗栗起家 堅持細出同門的老味道 那這都是老公教的 剛來的時候不會啊 被他罵 他很兇啊 兇啊 就是光會吃啊 都不會做啊 那你會哭嗎 不會啊 就不要管他就好了 就靜靜的 他一下就好了 他嘴巴而已 他心機善良 他很喜歡吃啊 楊秀蘭嘴上說的老公 就是牛肉鍋的創始人 于富強 這鹽自江西口味 逆方不外傳 去世前把功夫全部交給妻子 楊秀蘭也很用心的替于富強 保留這份家傳手藝 盡心盡力的守住 能移到流程 我們是這條啊 帶煎啊 它比較好吃啊 那這需要切嗎 它比較貴啊 還是整個這樣 它已經切好了 這已經切好了 我用機器切的 一個禮拜要一二十萬的 日進牛肉要一二十萬 這冬天啦 如果是夏天的話 不用那麼多啦 旺季的時候 牛肉鍋是接著一鍋接一鍋 楊秀蘭不惜成本 都用最好的食材 下大鍋炒是第一個步驟 先炒這個薑啦 下去 對 要放牛肉了 要放牛肉了 這個是不是最累的一個番茄 都累啦 要炒多的時候 下一鍋...好累喔 就一直不停地炒 對 我老公他一天賣超多 母親到底挖他就不賣了 他說要休息了 沒有 我炒的那個米啊 調一調啊 還有我的那個一些那個... 地方喔 對... 多時在廚房教兒子 丁國華備料地上 楊秀蘭教兒子 也和老公一樣嚴格 絕對不能走位 那個煮肉的時候 我覺得那個最...最關鍵嘛 如果沒有煮好 或是說你那個不夠濃的時候 他就會罵你 可以了 你看 可以了耶 整個...很Q啊 這樣啊 剛剛是大塊以後攪不動 現在是什麼 散掉了 可以了 來 四分量可以嗎 可以啦 我等一下我煮 這裡的牛肉鍋都是現點現煮 煮一鍋上一鍋 大鍋裡滿滿的牛肉塊 看似簡單 卻是極精華於一身 因為這個是我老公教的 我也不知道 如果沒有仔細觀察 很難看出楊秀蘭 其實不是台灣人 父親是國共內戰時 被迫退守在太北的雲南老兵 楊秀蘭在太北出生 二十歲那年 只剩來到台灣討生活 那時候姬姬跟起飛可以來工作 那時候就做家庭工 一萬五的薪水是很高興耶 一萬五 對啊 我們那邊 那時候在那邊工作 一天二十塊錢啊 二十五塊錢啊 這樣子 來到台灣一下子 一個月有那麼多 很高興 有了不錯的生活 說可以寄錢回去太北老家 楊秀蘭的生活 開始變得多彩多姿 年輕女孩情鬥初開 她也遇到了第一任勞工 本來以為幸福的婚姻 卻畫上句點 我第一段婚姻就是生了三個小孩 就家庭不美嘛 然後離婚了 就年輕嘛 就脾氣也是衝動嘛 而楊秀蘭也在姑媽的介紹下 認識了做牛肉鍋的余富強 兩人相差三十多歲 結婚時楊秀蘭四十多 余富強則是已經七十多歲 她問我姑媽說 她老了啦 沒有人照顧啦 沒有伴啦 找一個比較乖的女孩子 跟她做伴有嗎這樣 我姑媽就想到我啦 我看到她很兇啊 我還不敢要 我說我們認識一陣子在講嘛 她說我就這樣而已啊 我就找一個伴我老了這樣子 跟我做伴伴 跟我一起做這個店 我說我有小孩三個 她說沒關係 你可以帶著來 我可以包容你啊 然後幫你一起看小孩 今天看一看 就跟我們登記結婚啦 說 第二天 雖然有著年紀的差距 但是余富強給了楊秀蘭 和孩子一個家 對於牛肉鍋的手藝 更是無私的教導 就這樣她跟老公之間的感情 像牛肉鍋一樣越熬越濃 但余富強的嚴格 也讓楊秀蘭完全不敢帶你 她都會罵 她會說 妳要做不做的 妳這個什麼時候學得會 妳知道怎麼那麼笨啊 妳要專心一點 用心一點 要養三個小孩 那麼簡單 楊秀蘭不怕吃苦 她認為把老公教得做好 就是對她愛的表現 這是什麼米啊 這個 一把米就可以了 那這個米主要原因是什麼 這也是家庭它的濃度香度啊 要不然我要去哪裡找那個濃度啊 這炒米很累 所以我一個月才做一次 我要炒多一點要拿去磨這樣 牛肉鍋的湯頭之所以會這麼濃郁 是因為有一個秘密武器 把米炒到微焦黃之後再磨成粉 在煮湯頭的時候放入一起熬 能增加香氣和濃郁 分開煮的湯頭要先煮出肉香 再放入番茄 青蔥還有中藥包 持續加熱沸騰 接著就是要跟牛肉合而為一 這是我們煮好的肉 這是第一階段煮的肉 我們要挖進來 再加我調的醬料 這是我們煮的高湯這樣 這邊 你們現在自己會甜甜吃嗎 我嗎 我剛才做事你都在吃耶 上桌前再放入滿滿的大白菜 臉盆大四人份的牛肉鍋便完成 煮鍋裡的蔬菜和牛肉塊 霸氣十足 還可以一個人喜好單點 各式配料 有牛肉片 牛肚 凍豆腐 豆皮 特製的手工麵條 食材吸附湯汁 鮮香甘醇 在微爐氣氛濃厚的寒冬裡 來上一鍋 真的是一大享受 這是我們那個在泰國的時候 很喜歡吃的 這是豬肉 放豬肉下去烤 趁著空檔 楊秀蘭炒了兩道 太北的家鄉菜給我們品嘗 荷包蛋涼拌和打拋豬 到底又夠味 那是他對家鄉的思念 離家數十年 許多記憶都不復以往 但是美味的感動 確實一直都在 如同即使整邊人已經離開 那份情感卻永遠不會忘懷 我就說 我認識他 慢了一點 要不然早一點認識 可以生好幾個小孩 那不是更好嗎 熱情豐盛的牛肉鍋 如同楊秀蘭的人生 從顛沛流離到趨雨安定 現在兒女們都接手了這份味道 繼續為著生活熬煮一鍋湯 這次在集團中 這次在集團中 還會是否封物 有多好多地方 需要享受 也許我們 也許可以封物 設定 這次在集團中 開演